好,101年這一題也是很標準的條件機率的問題 答對率非常非常高 這算是有點收容分題 好,那我們就要先清楚它的一個結構 就是說,這裡有兩層,第一層是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都是說什麼人員有什麼文憑 所以我們第一層應該是什麼人員 所以我們第一層就是說有可能是行政 然後呢,技術跟研發 那這邊裡面就會有分兩個 有大學、沒有大學 有大學跟沒大學 沒大學我們就先不管了 那所以這時候就把機率再填進去 對,所以這裡就會有那個 0.10,1百分之15 1百分之15 1百分之35 1百分之54 那有大學的話就是百分之60 百分之40 80 那現在抽一個人 從大學裡面抽一個人 對,就是這裡加這裡 全部的加起來 對,分之那個 分之15乘60 技術 再加上35乘40 再加上50乘80 然後分之 分之中間的,技術的 對,就是技術的 35乘40 所以這邊當然你可以慢慢算好 所以這是900 那這裡是1400 那這裡是1400 然後這裡是4千 4千 嗯 那這裡是1400 那00消掉 所以這是 40 然後那個 54 63 6分之44 除以7 9分之2 所以第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 基本的題目 這種題目一定要拿到 所以以後你看到這個 對,就是 就是 這種 條件機率的其實就是 送分 你就要有這種 自信出來 好 自信才會讓你走得更遠